今天是我们追溯黄河源头的第151天 从黄河入海口一直到黄河源头 我们走过了13000公里 今天终于来到了华夏之魂和源牛头碑 hello大家好,我是大琪子 我们从6月份出发 一直到现在的11月中旬 整整历时了5个月 今天终于来到了牛头纪念碑 其实这个牛头碑并不是真正的黄河源头 真正的黄河源头 还要从这儿再往西南走到100公里 现在就一起上海看一看 这个纪念碑和牛头纪念碑 在我身后的这个建库 传说就是格萨尔王立在这儿 格萨尔王立在藏区的地位可以说是至高无上 他放在这儿的地椅子 就是要让大家提供冰河 放满岸山 也是宣传一种和平的思想的理念 在牛头碑这儿的海滑已经有4,610平 在下面有可能就来说 那儿到了现在11月中纪 真的已经非常冷了 华夏之魂河源牛头碑 修建于1988年9月 碑体总重5.1吨 是纯铜铸造 它上面的黄河源头字样 是由已故时事班禅大师和胡耀邦同志 分别以藏文和汉文书写的 在我身后呢 是一个特别大的风马戏 它也是对世界和平的一种期盼 纪念碑选择了原始图腾神圣的崇拜物 牛 以其坚韧有力的造型 概括了我们伟大而坚强的民族精神 使人油然产生了一种 无与伦比的强烈凝聚力和向心力 现在在我的左手边呢 就是扎灵虎 在我的右手边 就是身后的位置 就是恶灵虎 其实有很多人到家来之后会经常容易把这两个弄苦 在这为什么会有一个黄河源头的纪念碑呢 就是因为在之前呢 一直认为扎灵虎就是黄河的源头 之前历朝历代一直认为黄河的源头就是九曲 这九曲包括什么呢 就是卡日曲 马曲 约古宗列曲 星宿海等等等等 而这九曲最终都会汇入到扎灵虎 黄河也是从扎灵虎开始才有了明确的轨迹 所以在之前扎灵虎一直是被认为黄河的源头 也是直到最近一段时间才真正确定了黄河的正源 是在约古宗列曲 也就是水量最大最远的位置 这里不仅是曾经的黄河源头 还是历史上松丹干部赢取温城公主的地方 不仅有着美丽的景色 还有非常重要的历史意义 从扎灵虎再到约古宗列曲 已经没有路了 很多地方都只剩下了一些车遮印 它的这个路况呢 是我们这个车现在已经不能走 不能去挑战了 所以我们追溯黄河源头的旅程到这儿 就算正式结束了 如果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还会继续 再为大家带来更加精彩的内容 也欢迎大家持续关注 那我们今天就这样了 拜拜 拜拜